3月20日,记者来到位于广州的中郊第四行物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见到了一位女设计师冯颖惠,这是她的办公桌, 但实际上这张桌子她曾经有长达五年的时间没有在这里办过工。 时间回到2017年12月31日,在当天晚上,港珠澳大桥全线贯通亮灯仪式上, 冯颖惠曾经流下过激动的泪水。 自从2014年4月进入珠海港珠澳大桥捣碎工程中郊联合体营地, 当初说好只去现场待一个月的时间, 结果这一待就待了整整五年。 五年间,冯颖惠和她的团队汇救南中国海上最美地标, 而她也担起了港珠澳大桥捣碎工程东西人工岛, 岛上建筑项目经理及总建筑师的重任。 岛上都是有三千弟兄在那个营地上面, 那我们的图纸可能就是你停下来了, 没出了,人家就会耗一个工地去等你的图纸, 那你在这种状态下面, 你就觉得你不可能去休假, 不可能去讲周末, 人家就是在晒着那等你, 所以任何的东西都会比下去, 所以家里面什么其他的都会把它全部比下去, 所以我们就当你投入的时候, 我们会连剪手指甲的空都会没有, 就走路的时候也会跑的, 就是你要体会到这个工程它的很多节点的难处, 人家比你辛苦得多得多, 你还好意思去耽误一下吗? 是这样子的。 回忆起参与大桥建设的五年时光, 封一会说, 每天的工作强度就跟打仗一样。 从2013年起, 他和同事们就常驻人工岛现场, 针对外海高温、高湿、高岩、高风压 及远离陆域的工程环境特点, 夜以继日的功课难点。 这帮设计师曾经参与过多项海内外重大工程的设计, 然而当他们面对这项史无前例的工程时, 难度不断超出想象。 以往一个工程, 100张图纸就已经算规模庞大, 而他们在现场的图纸一出出了三版, 仅一版就3000多张。 有很年轻的同事, 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那个心率心跳得很厉害, 就长期奥运, 当时还拿了一个24小时的一个监测一杯的在营地坚持画图的, 也有个别同事身体也是出了状况的, 后来也是顶不住要休息一两个月, 每次每次我们都要把这个图纸感覆到现场去, 每次每次还有很多问题还在后方的新的设计条件, 还在不停地就输入。 就人家很奇怪, 我们五年是不是每天都这么忙, 真的是忙到这样的状态, 我们也都有点意外, 确实是这样过来了。 而作为整个团队为数不多的女性, 又长期坚持在岛上的一线, 回想起当时的辛劳, 冯颖慧却开启了玩笑。 如今,港珠澳大桥已经投入使用, 设计师们也都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作为大桥的建设者之一, 封颖慧说, 大桥让每一位建设者, 在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上, 都往前迈了好几步。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中国人原创自己做的一个工程, 它可能在我心目中已经是超越了工程本身, 已经形成了一种精神的象征, 就希望在别的领域能够激起中国很多强大的技术力量, 或者是创新的那些后备力量, 能够有同一样的光热, 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 我是很希望我们工程有这样的正向的力量, 能够辐射到别的领域中去。 只要你用心, 只要你投入, 不辜负自己的年轻的光热, 就真的可以用到不愧自己的芳华的事情是有很多的。 所以我觉得自己是把自己的力气用到对的地方, 就投入吧, 我觉得肯定不会愧对于自己, 走的每一步都会算数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